雨刷膠條沒有在上面 它直接一下來 它的力道基本上都是很大 一敲到你 多一點就硬裂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詹 歡迎大家收看 無敵無告 DIY系列 那現在我來講解一下 像你雨刷 或是前檔的問題 那我現在跟你講 你如果說 前檔已經確保說 已經除完油墨了 然後都OK 沒問題 像這樣子就是除完了 水珠你看 這樣子很漂亮 所以這個除完油墨 OK之後 如果說你除完之後呢 可是你刷起來 卻不乾淨 那會有什麼原因 第一個 就是這個雨刷必種成 它的這個彈簧已經老化 它的施加壓力不夠 就會造成 它刷的面積不平均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 就最直接的問題 就是雨刷 我現在來教大家 要怎麼看 雨刷膠條是否要更換 像這個 最明顯的 這很直接 這已經剝落了 這一定要換 而且有時候啊 像有時候如果你不換啊 有一些車主 我有看過的 其實還蠻多台的 蠻多車主都是 這個雨刷膠條已經剝落了 他自己不知道 或怎麼樣 情況下 這邊有鐵片 像這個有鐵片 它會跑出來 或是它沒裝好 因為有些人會自行更換膠條 它沒裝好情況下 這個膠條 或者是像這樣脫落 它的膠條會 這一個鐵片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你直接刷 就會直接刮一條了 你基本上就要換玻璃了 還有另外一種看美方式就是 當你在摸下去的時候呢 它已經彎曲了 這中間 這可能 我這樣說 可能太過模糊 還是需要有專業的人 教你怎麼去摸這個膠條 是怎麼樣才是要更換 因為這個我用說的 可能我說不太出來那個感覺 它可能就是摸起來有點變形 就是變舌形啊 曲線之類的 然後摸起來 它已經整個硬化了 這種通常都是要更換 然後你刷起來呢 發現到刷都刷不太乾淨 它這種通常都是硬化 然後或者是說 它的膠條已經有變形了 才會需要更換 我自己是已經換過太多了 所以我一摸就大家知道說 哪一種雨刷該換的 這個可能如果說 有機會 我在 這應該要現場實際教學才可以 這種應該用講的影片 應該大家感覺不出來 好沒關係 現在就以這種 可以肉眼判斷的方式 去做更換雨刷膠條 然後我順便教大家一下 這個我們雨刷 旁邊都會有一個尺寸表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尺寸是多少呢 你就拿你舊的 然後來對 從0對到這裡 45對不對 就是18吋 你就拿18的雨刷 然後另外一隻呢 你就拿一左一右嘛 然後再來對上來 這個是49 那你就直接抓20 所以是18 20 這樣大家知道嗎 所以雨刷左右兩邊的話 是長度都不一樣的 對 通常都不一樣 也有一些車款 是左右都一樣的 對 但是少數 對 我也遇過說 左右兩隻都是一樣的 但是基本上是少數啦 雨刷呢 我教大家 像日系車 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這樣 像你雨刷幣平行拉起來之後呢 然後這邊打開 這底下會有一根 有沒有看到 這這底下有一根 可以壓的 打開呢 你就是壓這邊 往下壓 然後在雨刷幣再往下抽 然後這樣就出來了 然後你看放大畫面這邊 這裡 這一根 有沒有看到 這一根就是這樣子 像這樣子 往下壓 這邊往下壓 安裝回去也是一樣 這樣子 卡回去 對你看到沒 卡一身 OK 一樣 壓這裡 往下 但是不要太大力 這其實輕輕拉下來就出來了 而且這個 你看 這還生鏽了 拆下來之後呢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當你要換雨刷的時候呢 你這邊最好墊一塊布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不小心 這樣子拉起來的時候呢 你手可能不小心去撥到 雨刷膠條沒有在上面 它直接一下來 它的力道基本上都是很大 一敲到你玻璃就引裂 千萬要注意 不要因為換個雨刷 搞成要換前檔玻璃 歐系車雨刷呢 跟日系車的雨刷是不一樣的 我左手這是日系車 我右手邊這一個呢 是歐系車的 像它這個呢 它這種是扳開來 然後往外抽就出來了 這兩種拆法是不一樣的 它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歐系車也不同 因為歐系車有太多種街頭了 像這個 雨刷中間這一支街頭 有太多種了 所以之後我會再拍一個影片 來詳細介紹 雨刷這個街頭 各式各樣要如何拆裝 好我們現在 今天就是剛好 因為我們現場都是賓室 所以基本上都是這種拆裝方式 然後你就把它扣回去 轉下來 歐系車像這種就很簡單 歐系跟日系 其實拆裝雨刷 都沒有太大困難 就是拆裝方式不同 因為歐系車的 這個接桿太多種了 這個我可能沒辦法 一時之間講完 然後我們就叫大家 就日系車通常都是 統一規格 都是這個樣子的 除非是 後檔的雨刷膠條 那才會不一樣 基本上日系車 這個都一定是一樣的 我們也有販售 汽車周邊產品 像是洗車DIY清潔劑 我們本身就是在做這些服務 都會用到這些藥水 所以我們會把這些 好用的東西 帶給大家 如果你想要購買我們的產品 可以參考右上方的連結 通常呢 大部分的雨刷 駕駛座 都是比較長的那一隻 副駕駛座 都是比較短的那一隻 所以這18 20 18一定是裝副駕駛座這一邊 這是基本上啦 因為有些車也是 比較有特例 但是大部分的車 日系車 基本上都是左長右短 我們要裝雨刷的時候呢 這裡看到沒 基本上這種像NWV 像這種雨刷 這邊打開開蓋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這樣 你開蓋之後呢 然後這個 直接這樣 橫插進去 然後再往下啦 然後 再卡進去 好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 好完成 OK 我們目的不告的雨刷教學 就到此結束哦 然後如果喜歡我們 記得按讚 訂閱加分享哦 好謝謝 左邊呢 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右上角是汽車醫美的官網連結 如果你想要了解 服務項目 還有洗車產品 歡迎點選哦 如果你也喜歡洗車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汽車醫美的社團 下方則是汽車醫美 還有我個人頻道的連結 歡迎你們訂閱哦 最下方的小字卡 是汽車醫美的各種連絡資料 歡迎看我們聯繫哦 我們下次見 掰掰